Eto Data Flow 我把它叫做EDF 我把它叫做EDF 就是Eto Data Flow 然后它主要是一个bei 然后它是用来传输 还有做一些Parsing 大量的,Preprocessing 大量的资料用的 然后它design的基础是基于Hadoop 首先我先跟各位讲一下 当我们在做一个 Big Data相关的Solution的时候 我们都做哪一些事情 第一呢 我们会先把 可能客户那边会给我们一些大量的 会需要分析的一些Data 然后基本上 我们第一手拿到这些是Raw Data 然后他们的格式的话 可能是各式各样的 可能是一些Log File 然后这些Log File它本身的格式 也有可能是 幸运的话就是一些CSV 如果不幸运的话 它格式就非常的凌乱 然后即使是有格式的 我们通常我们 依照他们需要分析的东西 也不一定是 就是所有的资料 通常都是里面的部分资料而已 然后首先我们第一步 就是把这些大量的资料 全部都导到HDFS里面 这是第一步 然后接下来我可能是跑一个简单的一个MapReduce 其实在这个步骤的话 通常只需要跑一个Map就好了 就是我们会把这些 我把它叫 我现在把它叫做Semi-Structured的资料 把它把它转成 比较有格式化的东西 对就是比较Structured的Data 可能是之后我们在分析上会比较 会用到的 然后呢 接下来这个步骤准备完了以后 然后接下来就是对跑更多的MapReduce 可能就是 基于它要分析的东西去做 这些大量的运算 可能跑一个或者是多个 对这个不一定 最后呢跑完的结果 我们可能如果最后呈现的方式 如果是要 就是客户可以Random Access 我们可能会把它导到HBase里面 如果是它可以容许等的话 那我们可能会跑一个 就是用报表的方式来呈现 对 然后基本上 对就这四个步骤 基本上就是 一直循环 就是每一个周期 这四个步骤 基本上就是一个周期 就是一直把他们的资料导进来 然后分析 然后再呈现 对大概就是这样子 然后我在这边把这四个步骤 画成一个漫画的框 四个漫画的框 然后我在这边 想要讲的是呢 通常我们在第一步骤 导入那么大量的资料 然后在第二步 又画APP 把这些资料做一些删减 然后还有排版的动作 对 我在讲的就是这边 然后 这个步骤的话 我觉得是可以改进的地方 我们为什么不在导入的时候呢 就先做这个步骤 对就是删减 还有做formatting这些的东西 对 所以呢 我们就自己土炮 做了一个framework 它主要就是 做这些资料转换 还有导入的东西 对 然后我们是做什么事情 因为通常我们在做一个 资料传输的时候 通常读的会比写的还快 以一般来讲的话 对 所以我们通常在roll data 这边我们把东西导进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做一些 data processing的动作 对 然后 之后 process完以后 进到HDFS里面 可能是一个量 比较小的东西 那既然可以写的比较少 为什么不在导入的时候 就先做 对 所以一开始的话 我们是分四步来做 后来我们现在 有了类似这样的一个framework以后 我们就基本上就分成这三步 A B C 来做掉 对 然后 今天我要为各位介绍 我们土炮这个framework呢 基本上就是在做A这个步骤 然后还有我们当初 依照我们的一些需求 会去考虑到的东西 去做的设计 然后 OK 首先什么是E2 data flow 然后 OK 我刚刚讲过 就是一个data streaming 还有framework 然后它做什么事情呢 process还有transfer large amount of data 就是大量的data 然后把它导到Hadoop里面 HDFS里面 当我们在做copy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有一个reader 它会从来源的地方 把档案或者是资讯读出来 对 然后这个reader它读读读 然后会一边 把它转到 看那个 转到一个writer 看它是要写到哪个destination 然后并且这样子做 对 就是这样子 依序的传 对 然后其实这个在Hadoop里面的HDF里面 其实也是一样 对 我们通常我们就读的话 可能就是会拿到一个 FS的data input 然后再找一个output 然后再把它写出去 对 可是呢 我们后来想到说 这个process有可能 可以把它做得更快 而不是单纯的就是调buffer 类似这样的方式 对 因为我们在 把这样 我们在做一个put的时候 我们从client端 会从datanode那边拿到 sorry 会从namenode那边拿到 我们datanode有哪一些 然后并且依序的写嘛 对 可是 我们如果拿到的来源 可以同时把它写到不同的fire里面的话 那这样的话 我们可能一次可以 针对多个volume 写data 所以可能在使用magic thread的技术 可能会写的比较快 对 就是在更短的时间内 把对方的data 给我们的data 把它倒到我们的 我们的 的storage里面 然后另外呢 在reader跟writer这边 又同时又设计了一个 可以让user他们customize 他们要倒的资料是什么 比如说 今天它有可能 丢给我们的东西是一个多行 就是它一个log的event的话 可能是有非常多行的东西 然后这个东西如果要直接把它倒到 那个maple to去算的话 我们可能还是要制定一个input format 让它来吃 就是来界定说什么 从那里开始到哪里结束 是一个record 对 然后这我 对就是会有点麻烦 如果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可以把这些data 在进到hadoo的时候 就是要开始运算前 就把它排版好的话 会对整个process来讲 会有相当的一个帮助 然后reader这边 它拿到资料了以后 基本上它是把它做一个排版 把它output 它output给write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一个data entry 它是一个key value pair的东西 然后因为hadoo 它非常喜欢key value pair 对 所以这个东西之后 丢给hadoo去算的话 它应该还蛮开心的 对 然后 对 reader write 这边custom data processing 然后 OK 所以 基本上 在edf这里面 基本上有两个主要的特点 第一就是我刚刚讲的marchive threading 它可以同时写到多台data note 对 可以同时写到多台data note的这个方式 对 然后 为什么 可以这样子做呢 因为 通常我们东西倒到hadoo里面的时候 我们会跑一些map reduce来算嘛 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 因为map reduce的时候 它会经过shuffle and salt的这个动作 所以我们东西根本不需要 在一开始就一定要 它是照原本的顺序进来 对 它进来的顺序如果是乱了的话 反正之后会依照我们的逻序 再去排一次 对 然后在经过我们测试 测试的 之后呢 大概基本上都会快至少1.7倍 比单纯就这样直接倒的 的话 对 然后再就是data customization的部分 就是今天它倒进来的东西 我们会做一些formatting 然后 至于这些formatting 这些做passing的逻辑呢 我们可以在reader这边写 reader那一块写 或者是在write那一块 也是可以写的 那 它们的差别在哪里 reader它是从原本的source拿的 所以它拿的东西是依序的 然后至于writer呢 它 它们拿的东西是 不一定是有照原本的损序 像我刚刚的图里面 它们是个别的writer 它们一起去跟一个reader 去要 我到底要写什么资料 就一直跟它拿 就是说我 今天假设我是一个writer 我拿到了第一笔 然后 然后接下来我下一个拿到 可能就是第四笔 或第五笔 所以在write这一段的话 可能就没有办法保证它的顺序 可是如果你今天你要process的东西 跟顺序无关的话 你大概可以把它写在write上面 然后这个idea的设计的话 我当初是有想说 跟跑一个非常简单 一个mapreduce 一个local端的mapreduce 还蛮类似的 可以在reader跟write 介绍一下 这东西deploy到我们的apply里面 它的architect长得怎么样 然后基本上当初强调就是 第一就是central management 可以在一台 不用你 你必须要 那个不需要 在哪一 指定某一台传什么制造的时候 还要对那一台做事情 就是基本上只要是控制我们edfmaster就好 然后使用的方法就是edfmaster 它会assign到 assign某一个job 可能是叫里面的某一台 去把自己的东西倒到hdfs里面 所以它会在rootkeep那边写一笔资料 然后rootkeep它会 notify 那台机器去做那件事情 然后它在做的过程呢 也会report到database 它会写它的状态 把它写到一个db里面 然后edfmaster又会把这些东西读出来 也就是说你今天 你在传说过程 你还可以去看它的 传了多少资料 它现在状态是fair还是怎么样 然后呢 接下来我跟各位介绍一下 就是我们目前有哪一些reader 跟哪一些writer 然后 基本上 有 以reader来讲的话 它 default里面就有text file的 binary file sequence file 跟stdrreader 为什么会有stdrreader 我在做这个的时候 有人问我说 可能我们跑一个solution的人 从头到尾他根本不需要会写java 对他可能是使用peak或hive之类的 来做那些map reduce 对然后 那你这个东西 你要他customer的资料 你还要在他家自定一个reader 或怎么样 有点face 对所以我就写一个stand out 可能他 就是指定某一支script 那支script执行的时候 吐出来的东西就是他要吐的东西 他可以做一些简单的grip 或之类的东西 就可以做这个dataparsing的这个动作 然后再来是binary file 我刚刚提的binary file 它有个好处 是比如说今天我们读的 我们做一个可能是影像处理的案子好了 那影像处理它可能 进来的东西可能都是一些很凌乱很散的一些很小的一些图片档 对所以基本上你只要接binary file reader 再接sequence file writer的话 你就其实也不用写任何程式 你就可以把那一堆图片 就可以把它直接移序的把它写到那个hadoo里面 然后当然除了这些以外 这些是预设 我当初放进去的 当然之后你还可以用plugin的方式 可以import一些自己的jar 然后里面去自己写自己要的reader和writer 基本上它的purpose的话可能会有是 可能你需要把你一进来的data把它customize成一个自己要的writable 对 然后或者是你想要接另外其他的一些source或destination 比如说ftp啊 可能你一个reader一开的话 他可能就自己会帮你host一个ftp server之类的 或者是写到hbase啊 或者从hbase读出来等等等 然后再来 因为这个东西有很多一些琐碎的一些feature 然后我在这边就是一个一个想到就介绍一下 第一 这边的话我有讲所谓rotation的部分 就是今天我们突然在写log或写什么东西 突然我们都会设定一个rotation 就是今天 OK 我们这边支援的话基本上就三种 就是除非它停下来或者你手动去停的话 它才会 它从头到尾都不会rotate的话就可能就是none 然后它也可以用时间来指定 这是大部分最常见到的方式 就是可能是定一个小时啊 或者是几分钟它会rotate成另外一个file 然后我在这边 我又另外自己又加了一个size的rotation 然后这个使用这个有一个很大的好处是 我们可以依据我们classer里面的block size 来指定这个size应该是多少 然后举一个例子好了 假设你今天你rotate的 你原本是用时间的方式来rotate 然后你的block size的大小把它定成 假设128MB 然后资料倒进来 然后你今天你又运气非常的不好 可能刚好它每次转的 做切换的时候它看到都是写了129之类的 所以你之后你把这个东西去丢进MapReduce 它可能起出来的Map可能会比 它实际上所需要的多很多 对然后如果这个东西把它 举一个最夸张的例子好了 就刚好我刚才讲那129的话 可能会产生大概是两倍的Map 对然后其实用一半的Map 就可以处理掉这些事情了 然后接下来我跟各位介绍一下 就是界面的部分 界面的部分 这边的话就是有一笔一笔的 每一笔的话它代表的是一个 Data Flow 就是我叫某一台机器做 一种Data Transfer或者 Processing的一个动作 对然后这些它是有状态 在最右边的State那边会有它目前的状态 然后还有它目前传了多少的资料 以及它现在传的或者它刚刚传的时候 它的Shrough Pool大概是怎么样 对然后这是我昨天用自己的电脑 就是Local端开发端自己去试跑的一些东西 然后它同时也会显示说今天有多少Record 是成功的趴过然后丢出去的 然后在这过程如果Fail的话 那个0的那地方可能就会变成1 2 3 就是在Fail那边加 然后是不是Continuous这个东西的意思是 今天我们在Create的时候可以指定说 这东西它可能它把目前它从Source那边 指定的资料都已经传完了以后 它是不是要继续Host在那边 还是它是一次性的 对然后Reader Write一些简单的一些Description 就是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简单的Monitoring方式 我们可以知道说我们的资料传输的过程中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然后接下来再给各位看一下 今天要建立一个Data Flow的UI 大概是什么样子 然后这个部分因为我们的Reader跟Writer 这边都是有接受人家自己写Plugin 所以不同Plugin的话可能 不同Reader或Writer可能会有一些 不同需要设定的地方 对然后我这边的话 我是刚刚用活动式的 可能是在他在写这些Reader或Writer的时候 他会自己去定义一些annotation的方式 比如说他在他那个Reader的set设定说 比如说他今天要写到远端另外一个cluster的一个NameNode好了 对可能他从那边读的话 那可能他在Reader那边 他自己定义的那Reader就可以指定说 set and remoteNameNode的hostname之类的 对然后并且在那边加上annotation 我这样在他需要设定的时候就会自动把它掃出来 然后OK一开始当然就是定义一个名字 然后把它assign到里面某一台机器 就是DataFlowName跟assignNode 然后他一边填的时候会一边去伸出 他必须接下来要填什么东西 等他把所有的表都填完了以后 他按OK基本上就进来了 对然后接下来他选择他需要读的source的是用哪一种Reader 对这边的话是Binary FileReader 指定完了以后呢 OK我这边是做一个像我刚刚有提到 可能是把一群大量的图片 把它们导到Hadoop里面 然后用Sequenify的方式来存 对所以我这边的话是选择Binary FileReader 对然后Reader它的那个File System Type 可能就是Local的File System 它可能是从一个FTP或什么地方进来的 所以它可能是一开始是在Local端 然后它指定它对应的Folder Pass 跟那个读哪一些 它我们把它当成Input的File Type 我这边是用一个Wide Card的Expression 比如说它新典JPG 对然后还有另外就是Reader Backup Folder Pass 这个东西是什么 其实它今天它东西 由我们的Data Flow里面吃进来了以后 我们可以我们通常会做的事情 是会把那个东西从它原本的来源移掉 这样子下一次在做这个Iteration的时候 不会误吃就是已经处理过的东西 然后这边它如果有指定的话 就会把它处理过的话 把它移到另外一个地方 如果没有指定的话 就直接帮它杀了 然后这边同时也可以指定 是否是Recursive 就是它可能这个目录里面 有其他的目录 他们都是一伙的 都是要一起去做一样的事情 然后指定完Reader以后 我们会另外再指定Writer的部分 就是你到底这些东西 读完以后要写到哪里 然后可能是使用Sequence File Writer 然后写到Hadoop 然后指定相对的目录 然后要存成哪一种File Extension 那么Writer的话 就是指定说今天刚刚的那个 的示意图里面 就是在Writer那一端的话 到底要用多少个Tray来写 来做这件事情 然后像假设以Sequence File来讲的话 其实我还蛮鼓励我们东西 一到Hadoop里面就使用Sequence File 因为D-Sequence File它支援一个 很重要的东西就是Compression 对 如果东西可以进来的时候 就压的话 其实还蛮低节省空间 其实读起来也会比较快 不过我在这边的话 我没有使用 因为我读的东西 我倒进来的东西 可能它本身就有压 因为它是图片嘛 No Compression 然后在Rotation的时候 我这边是指定时间 3600秒就一个小时 转成一个新的Sequence File来写 然后Continuous True的话 就代表这东西会像一个Demo 一样host在那边 今天它把所有的照片吃完了以后 它就会转成Idle的状态 今天又有照片出现 它会继续转 最后这东西Create出来以后 就可能就是长这样子 就是会多一笔Record 然后你对它点了以后 你对它做Start的时候 它就会开始做运行 这样子 OK 这是我对我们的Data Flow的一个 大概的一个介绍 请问各位在场有什么问题吗 请说 想去一下刚刚您介绍的那个EDF GUI的部分 是否有Open Source呢 因为从网站上好像没有看到 谢谢 不好意思 我没有听清楚 就是刚刚提到的你的GUI的部分 是否有Resource出来可以参考呢 谢谢 OK GUI的这部分 OK因为这个东西 我们是一边在做Appliance的时候 一边想到说有这些需求 对 然后这目前 这个东西我是先写一版 然后目前是装在Appliance里面 然后等到 我现在是在计划说 把这个东西看看可以拆成一个单独的东西 所以至于把它Open Source出来的话 还在规划中 对 请问各位还有什么问题吗 OK 如果没有的话 我的报告就到这边 谢谢各位